阳光明明 我又要准备来给你们看个芒头头了 上天啊说实话 稍微说点价位高点点的车 咋很多朋友就在那儿说 新车才多少多少钱 你这个车收回来咋子买我 这个搞得我都很紧张 要不我就去那种一两万两三万的车就算了 就像我右手边这一台雪天龙的师傅 我就觉得他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这个是2013年的改款雪天龙师傅 看嘛 他的钱脸是不是更加饱满圆热一些 还是个一艘车哦 问题才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现在都可以开个B级车了 其实这个车子都回来好多天了 但是一直没有给大家看的原因是啥子呢 就是一直在排队洗车中排队洗车中 给他排队洗车都排了三天左右吧 这是人家洗车师傅的生意 实在是太好了 我都堆砌了 然后车子就要先排队 那个排到前头就先给那个洗 这车子看的还是80色橙色这些 相当的漂亮 也没得啥子很明显的水擦 倒车内单 还有个360的水箱头都有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的 倒车印象 应该是行车记录仪的倒车印象那种 因为它这儿没得显示品的 一般到倒车印象做行车记录 也是比较贵的 说是车主基本上都会去走 这个车子最大的两点是啥 收动档 远车幅 八万多公里 听起来的还八四 其实你们可以想想哈 当时车主花个十到二十万 去买个收动档 它是咋想的呢 那不是因为热爱 是因为啥嘛 你说买个收动档 花个几万块钱 十万块钱 十一二万 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换一个最近二十万的价格 去买个收动档 你们能不能理解 这就是因为喜欢啥 这还是引证了那句话 各花如各眼 买菜子就是一点 买台自己喜欢的菜 就像现在一样 很多菜子 新菜不是一直在讲讲吗 但是很多菜子 它真的不是同系列的 就不要拿它跟同系列的比 就像我们的高尔夫 有朋友拿它跟琴普拉斯比 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车子 让波发逼 朋友们 来看看这个车子这些 都是非常的把势 就这个地方 后面这有个小缝缝 轻轻的干了一下 啥都不影响 这个地方 像这些门这些都是没有缓过的 轮胎的话是要板的轮胎 但是持轮的很深 你看嘛 这个轮胎跑个两三万公里 都不出问题 像刚刚你们看的 这个学庭的税务 你们觉得有没有新嘉宾吗 说实话 这段时间我们是拆的很迷茫 不想当哪种菜子是 开不喜欢的 就像我们前两天 买的那台 要把你的福瑞斯一样 十万多块钱 自动当来还是个卑士 才十万多公里 拆矿也很好 都是被拆上拿走的 十万多 开不就是 不想是这里不喜欢 还是说这么回事啊 要把你的盒子 才十万多块钱 拆矿哪个好 车上过来一眼就想中了 车上拿回去 你们觉得它买好多钱吗 这些时候 我都不晓得问题 到底是处在哪儿啊 说说我们都很迷茫 也不晓今天是找 到底找这吧 而且我们这个月 马上就叫房子了 这个房子一叫 又是十六万多 我记得是啊 这是我们的 真的 压力士 真的听到的 希望我们能够看得下去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